要想方法调解 你可以问他 问他这个鬼啊 他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要附在你身体上 他叫什么名字 跟你有什么过急 说清楚 然后来谈调解 我们怎样化解 因为附身呢 他也痛苦 你也痛苦 双方都痛苦 化解呢 他离开了 双方都好 所以你一定要很冷静 沉住气 跟他谈调解 多半呢 这些灵鬼 都希望得到超度 而超度的方法呢 送金念佛 忏悔 这个大概都能够接受 比如说 我专门为你 送一百部 地藏经 这些妖魔鬼鬼 对地藏经 十善夜道经 很喜欢 或者让他自己提出来 他自己喜欢 喜欢要什么样的金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替他做 好好送金 这是专门为他送的 恭恭敬敬地给他送金 他就会得到好处 那么你送满的时候 圆满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这问题就能解决了 或者是念佛 或者是以佛寺 来超度他 都是好事情 他都能够多半的 绝大多数他都会同意的 都能够化解的 第五个问题 师父曾说过 文殊菩萨教人 唱念的 已经是传 那么目前 哪一种调子 唱念叫好 这个问题 不必知主 不用知主 这个文殊菩萨 当年所传 是那一个时代的 有缘人 现在世传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跟菩萨没有缘分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记住 臣子脸 不管什么样的声调 真诚心去念 就有感应 如果没有真诚心 什么调子 都没有感应 这个一定要懂得 臣子脸 真诚心 所谓真诚 就是我们念诵的时候 不夹杂妄想 这个事不容易 通常人念一部经 总会打几个妄想 不要怕 妄想将来慢慢会减少 你的力量慢慢集中 大概过去 古人的经验 念佛了 将念阿弥陀佛 念三年 一指香呢 还有三五个妄想 一指香是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 中国过去烧的长香 一个半小时 还有三五个妄想 现在我们这个念佛 一指香恐怕有三十到五十个妄想 肯定有 只有超过 不会比这个少 念到三年的时候 才可以能够减少了 减少的还有三五个 所以从这个地方 就知道自己功夫有没有进步 那么这个原因呢 真诚心有关系 我们是不是诚诚恳恳在念 如果一面念经 一面还想这事情 那就不行了 那你的妄念当然就多了 念佛的时候 诵经的时候 万元放下 这个时候什么事情都不要理 在家里有电话 电话线都把它拔掉 没有人打交你 这个才行 什么都放下 第六个问题 他说弟子脑海里 时有想起这个唱念 随顺其是否受疑 如果每天跟着这个唱念 唱阿弥陀佛 是否可以往生 这个耳朵里面 常常听到有否好 或者是诵经 偶尔听到了 是感应 不是坏事 如果常常听到 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不正常了 不正常是怕的是 魔来扰乱 不过如果是听到经 听到佛号了 这是好的 善的 不是坏事 你也不必害怕 一切保持一个正常的心理 随它去 你欢喜跟着它念 也行 不跟着它念 也没关系 注意听也行 不注意听也没关系 时间继续了 自然就没有了 那么通常这个时间 总得要十几二十天 多不会超过一个月 它就没有了 就恢复正常了 不要在意 在意就容易找 会被它控制 第七个问题 中国大陆 有一些学佛人 从网站得知老后尚 在十二月份 去新加坡洪法 就利用这个机会 设法了用众生的钱 去建老法司机旅游 请问这样如法吗 这个如法不如法 要问他自己 他钱从哪里来的 那么这个 如果说是没有到过 新加坡想去玩玩 这是未尝不可 如果说是要想听我讲言 那个场合当中 干扰太多 为什么呢 讲堂太大 听众大概总是有 一万多到两万人 那么大的一个场合 你要坐到圆的时候 你看我都看不到 用好多个扩音器 这个音就干扰 不如在家里 电视机面前 听我讲就舒服 自在 后比就受那个苦 就做热闹了 用不住 现在这个新开发的 宽屏电视 非常清晰 这个画面比 因身比过去 都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尽量的 利用这种方式 我们现在这个教学奖经 也用这个方法 明年 我想我们此地 就可以改成宽屏的 这个宽屏的 网级网络 画面就非常好 第八个问题 曾听说穿红色袈裟 是不如法的 但 为何有许多发色 甚至 有名望的 讲经发色 都是这样穿的 难道他们 不知 这不符合经典的指示吗 这个世尊在世 跟戒经里面 所教导我们的 出家人 穿的衣服叫袈裟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